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黄姓男子涉及毒品案,被递减署通气,平常他足不出户,但这个月他感冒,有前期毒却没钱看医生,拉着母亲出门买感冒药,警方看见他出没,急忙到药局附近埋伏,在路边假装玩手机,不过一名邻家阿伯好奇,到警员身边喊你们在抓宝哦,让埋伏差点破功。 三十多岁的黄南有毒品千颗,偶尔出门当初工赚钱买毒,一四枚钱吸毒还会跟母亲要钱,让黄母相当失望,曾经大意灭亲,向警方拣去儿子吸毒,让黄南相当不满。 三日上午,黄南一四枚钱看病,向母亲求援,黄南骑母亲的机车在他出门打算买药,正巧被警方察觉,立即换上便衣尾随。 两名警员躲在药房附近,准备等母子俩出现时逮捕黄南,起料埋伏时被林家阿伯发现,觉得这两人怪怪的,上前好奇询问是不是在抓宝。 警方担心埋伏破宫,马上出示警方身份,并要阿伯小声点,这时阿伯才是这样离开。 最后黄南走出药房,看到警察要抓他,以为又遭大意灭亲,立马跟妈妈翻脸,自称已经在戒毒了。 为何还要这般对他?警员要替黄南上手铐,他竟呛警靠你妈? 警方担心发生冲突,立刻呼叫支援,将他上铐,带回警所侦讯。 黄南初步验尿后人显示近期有吸毒,讯后警方将他医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